那今天呢 又来给大家叨叨铁线链了 铁线链呢 我是之前把这个老的这个汁剪掉了 然后呢 现在出现了一点伤流 你看着没 这个是现在已经伤流了 之前呢 我是把他的表土给他挖出来啊 有的话说啊 你怎么挖出来了 我不理解 不是深埋要让他去蒙更多的牙嘛 就是憋侧牙嘛 他已经憋完侧牙了 宝啊 我现在是让他正常的春天就是进入到我们大棚里面了 这就是正常的蓬勃生长 两三天的时间 它从这么点 它长到这么高了 它长得很快的 所以说我把它挖出来 我是尽快的让它长 我把老的去掉 是为了让它更快的去长新的 现在有点伤流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我家来呢 又有点那个杀菌药给它提前弄上 好吧 所以说那么花友们也要记住这个事 且现在呢是非常喜欢光热的 它在深埋的时期呢 是在它休眠的时候 在秋天它叶子落完的时候 大家这个时候要深埋 等到春天的时候 你不扒了出来 让它长吗 它已经憋完牙了 这个不憋牙了 这是花友们呀 两天下来呢 有憋牙的一拨要深埋 但是呢是秋天 到现在我们春天早熟了 弄完了以后 要扒出来 让它更快的去生长 生长的好了之后呢 到秋天再重复的这么操作 好吧 现在就处理一下伤口 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看看这个地方 哎呦 留的还挺多 是吧 有的话 遇到上流问怎么办 你可以找点这种类似于杀菌药什么的 这个就有点像咱们人用的这个云南白药的那种感觉了 知道啊 好 就这么堆上一堆 这个没办法 大家也可以用一些个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啊 你比方说一些熟石灰 或者说地上捏一些泥土 主要是为了更快的让它伤口变干 然后防止它的一个溃烂 希望这个话呢 好好的 好了 接下来呢 给大家就是叨叨了一点小动力啊 就是塞埋 塞埋是秋天临入冬的那会塞埋 一个是郁寒 一个是憋涩 呀 你到了春天 你像我们有换盆了 我必须得这么做呀 对吧 这算的话 我们你们一定要了解 好了 里面关于铁线莲的一个就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大家里边有铁线莲的花肉呢 有其同样的其他不懂的问题呢 都可以视频箱留言 当然有的一个不会养花的 或者花养费的的 想要救活的也可以借给老花一 但是呢 来回运飞自己做啊 联系我们后的 老花一养花就专一 走了